四十一,《文匯報》,有泳細錦菜客山開幕中國細保第二把交椅 2015年7月26日中華體育B十世界游泳錦標賽當地時間 二十四日在俄羅斯客山揭開圍幕 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臨開幕式致詞 兩年前的巴七海蘭那細錦菜 中國隊在跳水,有泳和花樣由泳三個大項上 共取得十四金、八銀、四銅、排在獎牌榜第二位 今屆,中國隊依然希望能夠緊隨八主美國隊的腳步 補住第二把交椅 中國游泳隊此次派出宣揚、葉斯文、令澤濤等主力出戰 雖然兩位奧運冠軍劉子哥與焦流洋均因狀態不佳缺陣 令女子二百米蝶泳這項目優勢不再 但領隊許其在接受眾生社訪問時表示 依靠小將獲積力項目上的發揮 中國榮軍仍然有希望在金牌數量上突破上屆西錦菜的五回 榮軍派突破上屆五今層有蒙之隊 另外,名將秦海來到赫山後耳朵發炎 這使得中國隊在敬敵臨立的男子項目上更顯被動 領隊周繼雄證實 秦海,下飛機的士後耳朵痛 後來腫了,他其實是耳朵裏面腸了個席子 發出來了,後來他開始發燒 這幾天沒下水,今天,當地時間二十四日 是第一次下水,試一下水溫 他還沒有完全好 如果練得時間長了就擔心後面會嚴重 但如果明天沒有酷化的話,就是正常了 距離他的比賽還有幾天時間 還來得及 秦海將在二十八日與曹源配對參加男子雙人三米板的比賽 跳水競爭將更激烈另外 據新華社報導,中國跳水隊的陣容再次有所變動 由於技術原因 原本由陳艾森與陳若霖出戰的混合全能項目 將改為鄭師亦頂替陳艾森與陳若霖一起參賽 對於國際泳聯新增設了個人全能 男女混合雙人三米板和男女混合雙人十米台 周繼雄認為 由怨女選手的介入 要求男選手必須在難度上有所遷就 所以整體難度就上不去 中國隊難以直持拉大差距 他預言 此次的跳水比賽 競爭會更激烈 花樣游泳方面 為了增加比賽的觀賞性 國際泳聯增設了男女混合項目 這也意味同 男子花泳運動員仍來大賽中的首秀 國際泳聯秘書長馬富萊師傅表示 目的是為了增加細錦賽的觀賞性 不斷創新和愉悅觀眾 男選手的加入 使本界細錦賽男女混合雙人技術自選和男女混合雙人自由自選分別設置一枚金牌 令花樣游泳的金牌總數由7枚增加到9枚 不過 中國隊未有男女搭配出戰 奪牌重任還需寄望於傳統項目 世界游泳錦標賽24日起至8月9日將進行75個項目的競逐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曉利 主任《文匯報》記者陳曉 Rich 職業得 strawberry